要清楚自己的业障相 就能忍辱了 时间种种不如意识 要忍辱 就是忍住不如意的事情 你来学佛了 也有不如意的 家人反对 或者经济逼迫等 你想要念经吃素都吃不成 但要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业障相 我刚入佛门时 就吃全素 结果全家反对 我过年时回家 家里山下都反对我 整个过年就在被骂声度过 不孝的名头 但我心很坚定 因为我看到了我家族的业障相 我父亲身体不好 以前杀业重 业会流转 所以我就要扭转这股业 后来我终于成功 家人不再反对 我吃素 也慢慢吃素 现在想起来 人要忍住这个业 就要明白这个业障相 不明白 就会抱怨 不公平 甚至去打官司 这个现象实在太多了 现在人和人危机很多 动不动就打官司 找律师 如果学佛后 一定要忍辱 不如意的事情要忍 你能打得赢官司 不是你有理 而是你有福报 世间人都变理由 每个人都觉得有理 都觉得理亏 但很少讲到福报 和业障相的问题 比如婚姻不顺上 很多跟堕胎有关 人如果能想到堕胎的罪业 对于婚姻带来的伤害 就会抹平很多 但想不到这一点 尤其现在清明节来了 有个人二婚 每天夫妻很吵 很痛苦来找我 我说 你现在想到婚姻的痛苦 但更应该想到 以前对别的女性造成的伤害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业还在 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 都是他们祖先的后代 你现在做了父亲了 你想看 如果你女儿被人欺负 你会如何 你祖先又会如何 他听了 心里平静了很多 一般人都会想到 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也很难想到 自己伤害过别人 这就是业障相 有个人晚婚 我说 以前相亲时 多次嫌弃别人 现在也会轮到别人来嫌弃 你就当作还债吧 过去的业债 不管是感情的 还是金钱的 还是身体的伤害 都会留在法界中 最后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来 那学佛人要怎么样 一定要忍辱 你忍住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消除过去的素叶 过去曾经诽谤别人 现在你一出名 诽谤的人也有了 这就是业障相 业障相的表现方式 有很多种 比如身体不好 就是最严重的业障相 当我们做事情很顺利时 甚至用诠释 我们都会忽略了业障相的问题 然后每天都用大脑思维 觉得我可以 我有能力 有福报 我可以 其实有福报的人 往往更要谨慎 因为你福报大 造得微小的业还无法受报 然后你会一直造 直到倒塌了 像有些做酒店 做杀业的 他过去生有福报 杀生了 还赚一大笔钱 结果福报一享受完后 恶报就现钱了 得了癌症 身体病苦就来了 人在福中也特别容易造业 像以前做银行的 待遇很好 家家都请保姆 结果末几年 把福报享受完了 身体就差了 这不是经济不好 而是自己福报享受完的问题 学佛要努力 要精进 要看到自己的业障相 比丘常待三分病 不病不可出三界 三分病 就是业障相 你有这个业障相 会提醒自己的业障 然后会努力修行 也不敢造恶业 有个人经营 卖肉十几年 孩子得了大病 开刀动手术 他也还没有觉醒 还觉得要拼命赚钱来治病 这就是看不到事情的业障相 这才是很糟糕的 现在很多家庭不和睦 身体不好 都跟堕胎有关 但一般人想不到堕胎 就会想到丈夫如何 妻子如何 结果就离婚了 可是堕胎的业仍然还在 你怎么跑都跑不掉 几年前 我带队去五台山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的 那石柱塔院寺 她居然梦见三十多年前的 堕胎孩子 来向她讨功德 她来圣的朝拜 有功德吗 就跟上来的了 你看 三十多年了 学佛要处处保持觉知 遇到好事 一定不要开心过头 是福报现前而已 好事能不控制住情绪 坏事你就不会低落过头 坏事就是业障向线前 赶紧去忏悔吧 但要保持这个觉知很难 有个人开死人诊所 以前医院很多私人人流的 堕胎的 结果她就生病很严重了 所以说这时代叫做建拙 就是错误只见太多了 落入建拙就是一大业障向 好比堕胎 卖鱼肉 感觉社会大家都在做 也不犯法 但这一块 谁来宣传 佛弟子要有这个觉醒 这是代讲因果的 就要多靠地藏菩萨 人生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觉知 这几年来 我发现 人不要过得太富贵 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好了 要学会安贫乐道 很多人为食魔去堕胎 有个问题是想要多赚钱 怕孩子养不起 然后就堕胎了 生一个就好了 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无形中 我们造成了很多伤害 所以要过普通的生活 才大业大 有个阿姨 她女儿四十岁了 自己当老板 但就是没有婚姻 现在经济不景气 经济也一般 身体又不好 又没有婚姻 她老人家就很发愁了 所以希望过安贫乐道的生活 多余的钱财如果来享受 只会损掉福报 现在人身体普遍不好 这就是很重的业障项 我去九华山 有个老人提住十几斤的香油供品 去拜地藏菩萨 我提了一次 感觉很重 但她就慢慢地提上去 人到整个年纪 身体好就是大福报 很多年轻人 九华山八千级台阶爬不上去 就要坐缆车上去 现在人身体很多 本能都慢慢消失了 这种业障 像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察 观察业障很简单 第一从身体上看 去爬一下九华山 走一走五台山 爬山时就能体验身体的业障项 平常有车坐 这时完全凭身体 人的衰老都是一下子衰老的 好比过了四十岁 马上就衰老 不是慢慢的 古人讲 一夜白头 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从智慧看 读读佛经 能不能静下来心来 能不能背诵 这也是一种夜象 第三个就是从家族看 比如家族里祖辈 有经营不好的行业 或者家族中有横死 乃至个众凶横而死的 或者婚姻离异 或者欠感情债 情债 你从家族就可以判断自己业障的身重 这个是一个方法 一般来讲 你的业力从家族就可以看出来了 包括财富 婚姻 子孙等 家族阴德后 就代表你的阴德后 家族没有阴德 也代表你没有阴德 那就是业障相 就要广积阴德 做人 请不要炫耀 更不要事事显摆 是强者 人人看得见 是英雄 人人会称赞 老虎头上顶王 却沉默 苍蝇高空飞翔 不作声 越是厉害的人物 越会装作普普通通 做人 请不要炫耀 风光也好 富裕也罢 都别目中无人 高调炫耀 谦虚一点 人人喜欢 平和一点 莫人指点 越是炫耀 越没人理 越是得意 越没人心 真正优秀 厉害的人 不会显山露水 大肆宣扬 而是低调谨慎 谦虚有理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人这辈子 有什么好炫耀的 钱财不过是一张纸 百年之后用不上 名利不过是一场梦 人去以后都是空 你唯一能炫耀的 就是你低调的作风 就是你端正的人品 做人 请不要炫耀 别太招摇 别太得瑟 功名利禄 不能养你一辈子 也不能炫耀一辈子 死得最快的 往往是能吹嘘的 死得最惨的 往往是瞧不起人的 永远记住 刚者一蛇 柔则长存 做人 请不要炫耀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高手藏在你身边 太狂妄 注定走不远 人讨厌 做人 请不要炫耀 谦虚 会让你飞得更高 低调 会让你走得更远 用一颗善良的心做人 轻松自在 用一颗谦虚的心做事 有意无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